遵守人權準則 終結童話教育 終結童話教育 教育部微調高中歷史課綱 爭議還未停歇 14日一早 20多位原住民族團體代表 冒著寒風細雨 到教育部嗆聲 要求教育部終結殖民童話教育思維 還給原住民族制定課綱的權利 並且建構符合原住民族的教育體制 我們打開台灣的歷史課本 我們會先看到 S全文化 就像是剛剛老師這邊提的 十三行啊 長兵人啊等等 學完之後 然後再放到下一頁 你會發現 突然原住民出現了 你就看到 各個實施族的原住民的介紹 有風田記啊 有什麼記啊 什麼記 突然後 荷蘭人來之後 原住民就消失了 他什麼時候會出現 他下一次出現的時候 就是在牡丹社 再來下一次出現的時候 就是物色事件 之後 國民政府來台灣 我們都是一家人 這家人也會有 哪怕是明南人 甚至是外省出群 都會有這種事情 但是我們沒有學到 課本沒有教我們 我們的歷史 應該從台灣的 最早的歷史 開始算起 這個歷史超過上萬年 甚至超過皇帝的 出生的年代 它跟中國史是並存的 所以站在這樣的一個歷史 你才可以了解 原住民在台灣 漫長的歷史裡面 它的一個重要性 我們希望能夠終結 殖民童話教育 這一個 第一個訴求 第二個是 比較積極的 希望教育部能夠 協助建構 我們原住民的教育學制 出席的 卡哈佛族代表也認為 整個平埔族在荷蘭統治時期 或是民政時期也扮演重要的角色 然而 現今的教育政策 對原住民族後代的教育 卻忽視 讓族群的身份模糊不清 甚至被扭曲 也無法在課本上 讀到屬於自己的歷史 平埔族群 在那段歷史當中 扮演著跟這個 外來的政權互動的 最重要的角色 然而我們卻 在我們正史當中 並沒有顯現出來 這不是抹殺 我們台灣人知的權利嗎 不管柯剛怎麼改 但目前的教科書 提到原住民族 依舊是簡單帶過 對此教育部發出新聞稿 表示在課程研議階段 原住民族已經有 世界代表充分參與 和課綱的研議 且表達多元文化意見 未來12年國教總綱 也即將召開公聽會 一旦意見經過充分討論 就有可能被納入課綱內容 記者等一部烏溜 台北市採訪報導